万众瞩目的世界杯终于拉开战幕 吸引了不少球迷熬夜看球赛 想去现场却无法如愿 没关系 在咱们登峰街辖区内 也有非常优秀的足球队伍 想看球赛的街法 不妨到绿荫草地上 看看他们矫健的身姿吧 登峰中外青少年足球队 这支拥有40余名常规球员的球队 其中球员就有包括来自刚果 安格拉 尼日利亚 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的青少年 和登峰街辖区内的青少年 组成了一支登峰中非青少年足球队 2013年 登峰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外国人 不以社区足球为载体 面向社区内所有爱好足球的中外青少年 组建了登峰中外青少年足球队 为他们创造一个平等沟通 交流的平台 促进不同国家 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青少年 在社区内有更多的互动 让辖区内的青少年 学会包容多样 尊重多元 倡导平等 爱华小家足球队 随着越来越多热爱足球的 中外青年人的加入 登峰中外青少年足球队 就按年龄分为成年足 和青少年足两个足别 孵化出了社区足球队 爱华小家足球队 秉持着将快乐足球植根于社区 培养足球兴趣 丰富刻于生活的宗旨 这支球队 让社区内不少爱好足球的青少年 能够在自由 平等 快乐的环境下 体验足球的快乐 让社区足球 与校园足球互补 为社区内青少年 创造更多的踢球机会 作为球队的创始人之一 来自刚果金的小江 在成立球队的最初 就已经投身 参与建设 作为老队员的他 已经是球队的主力 我最喜欢的球星 就是内玛尔 我非常享受 在球场上奔跑 踢球的过程 我的梦想 是能够在中国 做一名职业球员 为中超效力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加入足球队 拓宽自己的交友圈 努力的融入社区生活 足球队的成员们 也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担当登峰街的 外国人志愿者 一起参与到 社区建设中来 2014年 球队联合中国联通 策划了一场 关爱外来 物工子弟足球梦的 公益众筹活动 将众筹来的所有善款 用于购买足球装备 赠送给登峰辖区的 外来物工的孩子 帮助他们原足球梦 2015年 球队受邀与华农女足 进行慈善友谊赛 2016至2017年 在广州市青少年 业余足球联赛举办的 社区倡导活动中 以球队的名义 倡导孩子们参与社区 多元文化共荣 向社会传递尊重 公平 包容和友善的理念 尽管球员们 都来自五湖四海 也许大家 存在着肤色的不同 语言文化的差异 但大家都有着同样的默契 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屡屡获得好成绩 瞧 2014年 谁是球王 中国民间足球争霸赛 获得广州赛区 第三名的成绩 2015年 广州市青少年业余足球联赛 春季联赛 获得亚军 广州市青少年业余足球联赛 秋季联赛奷冠 2016年 广州市青少年业余足球联赛 春季联赛奷冠 2017年 广州市青少年业余足球联赛 春季联赛 获得亚军 秋季联赛奷冠 获奖合影 正值世界杯盛事 越秀区外国人社会工作服务专项项目主管王海格说 如今队员们大多数都在备考期末考试 到7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将组织足球队参加暑期冠军杯的争夺 通过以再交友的方式来致敬世界杯 为了照顾各位街坊球迷 小义特地附上罪权2018年世界杯看球指南 各位球迷朋友记得收藏哦 你最看好哪只队伍 留言告诉小义亚图片来源 登峰界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来源 微社区一家通和美登峰